当播足球快逊 2021年6月29日 西班牙加时淘汰克罗地亚 星期一深夜 欧国杯16强继续进行 克罗地亚对阵西班牙 上半场 西班牙门将西蒙出现低级失误 沙拿比亚美段保射建功 两队半场踢成1比1平手 换边后 艾斯派古达头锤破门 费兰托里斯丹都得手 西班牙领先3比1 绝地反击的克罗地亚 由摩石攀回一球 泰沙力在保时阶段 投锤追和3比3 将比赛拖入加时 加时赛中摩拉达 同奥亚撒保各建一攻 最终帮助西班牙 以5比3战胜克罗地亚 比赛开始 两分钟 拿破滴送出过顶长传 利华高域及时出击化解险情 8分钟 佐治高基开出佛球 艾斯派古达回头望月攻门角度太正 被利华高域没收 15分钟 佐治高基反越位成功单都面对门将推射 利华高域反应迅速用脚挡出 20分钟 帕迫迪回传 西蒙亭波失误 个波直接滚入西班牙大门 克罗地亚幸运感领先 36分钟 西班牙角球第一点被破坏 加耶德波后竞射 被艾斯派古达顺势一推稍稍偏离目标 两分钟后 西班牙卷土重来 加耶的射门被利华高域粉力撲出 沙拿比亚门前保射得手 西班牙攀平比分 上半场结束 两队暂时打成1比1平手 换边再战 57分钟 帕迪中路策动攻势 费兰托里斯沉底传中 艾斯派古达门前高高约起头取破门 西班牙反超2比1 66分钟 摩特力中路送出妙传 华拉石突入禁区倒三角回传 格华迪奥低蛇被西蒙迅速倒地撲住 71分钟 西班牙佛球开出到后点 费兰托里斯门前掃射 摩拉达再加一脚将个波送入网 不过摩拉达越位在先 入波无效 77分钟 西班牙后场佛球直接斩到右侧大空挡 费兰托里斯连亭 大过推射动穿了利华高域的大小龙门 西班牙领先至3比1 85分钟 墙上风云突变 摩特力杀入禁区后 沉底倒三角传至门前 多石在联军之中将个波数射入网 进入保时阶段 克罗地亚左路传中 泊沙力门前高高约起头取攻门得手 克罗地亚将比数攀平3比3 比赛随后进入加时 加时赛上半场 摩拉达和奥亚撒保先后见攻 西班牙再次拥有两个波领先优势 下半场 克罗地亚不断策动攻势 但是始终雷星大雨点小 奇迹并未能再度上演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西班牙通过加时 以5比3战胜克罗地亚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成功 经销、职业、发隔、MBA等精彩 足球、篮球赛事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 在订阅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出品 出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